SPID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赶快申请CA电子身份证走天下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CA电子身份证已经成为了 比SPID更安全更方便的电子身份证 街友们一定知道 登陆很多意大利国家公共系统 都需要用到这两种身份验证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两种验证方式是共同存在的 甚至我们都不理解 为什么意大利会出现 两种不同的身份验证方式 事实上 SPID是国家委托给私人供应商力如Silt 而如把Tim 它的开发在前 而CIE则是国家官方控制的身份认证方式 它的开发在后 关闭SPID的措施 是负责创新的意大利副国务卿 阿莱西奥部地采取的 这样的方式引起社会了很多争议 他向媒体轻说 意大利必须是一个能够独立管理 和颁发身份证书的国家 这样才能够确保所有公民的身份信息安全 CIE通过三个安全级别来控制它的安全性 第一级用户名密码 第二级OTP代码 QR代码扫描 第三级NFC读卡器 在赋予CA电子身份证 读152的权利的同时 使用CA电子身份证也变得更加的方便 在过去 CA必须通过带有NCF芯片的手机 或者是一个外接的读卡器 才可以使用和识别 因此在过去SPID比CA使用起来更方便 而现在这样的差异消除了 CA可以使用PUK码和序列号 二维码来识别 想要申请它也十分的方便 想要拥有CA并不困难 只需要在居住地的市政当局 即可申请CA数字身份证实体卡片 申请的费用平均为16.79欧元是地区而已 之后我们可以在网站上 输入电子身份证的数据信息 输入我们的邮件地址 以及设置密码 就可以在线激活CIE的一级 二级的验证码 拥有CIE数字身份证 可以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便捷 访问欧洲层面认可的机制 访问数字服务 例如您所在市政府提供的服务 以简单安全的方式进行注册或入住手续 乘坐交通工具 替代旅行票和机票 参加活动 和出勤跟踪 SPID从2021年10月1日 开始成为了登陆意大利服务系统的强制性验证 伴随了意大利人短暂的两年不到的时间 如今正式开始推出历史舞台 为了方便生活服务 街友们可以申请一下CAO